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对皇帝没有丝毫的爱意 靖妃本是民间的一名普通一女 一次落难被临谢救起 此后就被带到了林府 成了林府的府内一女 我们不知道靖妃的名字是什么 但是她的封号里有个靖字 皇帝说跟她的性情有关 她居住的宫殿是纸罗宫 想必她也应该有个清新淡雅的名字吧 那么为何全聚没有交代靖妃的名字呢 难道她不配有名字吗 其实不是的 不交代她的名字 就是想要让她像纸罗一样 静静地攀爬 慢慢地生长 悄无声息地侵入 润物系无声一般修改一切 当开始引人注意的时候 她已经腾腾慢慢 指指叉叉十分茂盛了 任凭对手几刀或者几剑刺过来 也伤不了其根本 这就是靖妃的任性 进攻这么多年来 靖妃一直都在隐忍 一直都在默默地积蓄自己的能量 她不是个无爱无情之人 只不过她的情爱已经给了那个化名为 梅是男的男子 但是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那个人 所以选择将这份爱意压在了心底 当林乐瑶需要看护的时候 她便被送入宫 在人心叵测的后宫 只有医术不错的靖妃 才能给林乐瑶完全妥贴地看过 林家和陈妃到底是心疼这个无声无息的女子的 所以她成了皇帝的妃妾 生下皇九子萧景眼之后 她成了靖妃 在花枝招展的后宫 在残酷争宠的后宫 她就像一条藤腕 既不出众 也不引人注意 不过是作为宫中的一女 还是作为皇帝的妃妾 她都在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有时候在想 若是靖妃诞下的不是靖王萧景眼 而是一位公主 那会怎样呢 我想那大概就没有霓皇郡主什么事了 靖妃的公主将是林书的官配 只不过那样一来 靖妃会被林氏冤案波及得更多 当靖妃知道儿子靖王有了夺敌之心 当她知道林书回来了 当她知道他们要为林氏翻案 靖妃就知道自己到了可以发力的时候了 她用不着痕迹的手法 击败了皇后和岳贵妃 让皇帝十分信任的 并且皇帝还对她说 她是最没有心眼的那一个 靖妃每次都能在不动声色里化解危机 每次跟皇帝谈及的都是臣妃 可却能让皇帝越来越离不开的 这就是靖妃的高明之处 说到底靖妃凭什么呢 凭借的就是她对皇帝没有一点爱意 只有没有感情牵绊的关系 才能让人最清醒 才会在该出手的时候绝不犹豫 才不会拖泥带水 这才是靖妃的厉害之处 从前的靖妃叫无欲则刚 后来的靖妃叫无情则刚 只要对皇帝没有爱意 那么她根本不会去争宠 也不会去做无谓的消耗 更不必自添忧虑内耗自己 她看似在经研医术 其实也在静静地观察 看她后来的手段 显然对宫中的各路势力都十分了解 而她的韧性就体现在 别人打了她一下 就像是打在棉花团上一样 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这一切不过就是得益于她对皇帝无爱 而往往在宫里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能笑到最后 不是吗 接下来说 狼牙榜 齐王怎么这么猜呢 梁帝要杀的 为何都不申辩反抗一下呢 狼牙榜里面临界率领的七万赤燕军 号称是大梁的精锐 而梁帝的皇长子齐王殿下 被誉为贤王 从梅长苏后来复仇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 齐王殿下当时应该是有很多追随者的 那么为何号称精锐的赤燕军被轻易剿灭 而齐王殿下冤死狱中 连一句申辩和一丝反抗都没有呢 齐王殿下和林氏家族为何这么猜呢 有人说七万赤燕军之所以会被下江和谢玉带去的军队轻易剿灭 那么是因为赤燕军刚跟北境大渔经过了一场恶战 那场恶战本身就是以少胜多 赤燕军险胜 足见那场战役打得有多么辛苦 这从侧面也证明了赤燕军的确是精锐 其战斗力果然名不虚传 那么从大渔的战场班师回朝 赤燕军也一定是经过了休整才启程的 而且也不存在什么粮草不足的情况 就算在大渔的战场上打得精疲力竭 那至少在遭遇谢玉和下江的时候 战士们的体力和战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可赤燕军七万人为何还是被轻易剿灭了呢 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其实林谢是有一定责任的 外界都认为林是拥兵自重 就连梁帝都有这样的怀疑 想必作为林帅的他也多少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 可他奉行 深正不怕影子外 总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 所以对于谢玉和下江的到来 丝毫没有防备 哪怕谢玉和下江的身后 有浩浩荡荡的军队 林谢也没有当一回事 所以在梅岭之战中 赤燕军短时间内就处于战争的烈势 被人家像切西瓜一样屠杀了 林谢为人正直 奉行 军叫陈死 陈不能不死 的于衷观念 在战斗展开后 应该也没有号令赤燕全军奋力抵抗 只是一味的防御 这才让他们更加被动 最后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 而齐王殿下呢 他是林谢的外甥 也是大家尊敬的贤王 他也知道自己有很多追随者 可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太正直了 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情商不太高 所以让梁帝猜忌 让下江记恨 临时被剿灭以后 齐王殿下也随即被下雨 或许是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或许是没来得及做准备 可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 怎么能不做最坏的打算呢 就算是常人也懂得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可齐王殿下却没有任何的应急措施 如果说林谢有于中的观念 那么齐王殿下就有于孝的观念 毕竟古代奉行 富为子刚 于亲情 他跟梁帝是父子 于身份 他们是君臣 齐王殿下被抓捕了以后 他想到的不是如何自救 也不是如何身边 而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他不明白为何父亲要这样对待的 也不明白为何梁帝要如此对待 林氏一族和齐王殿下 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一切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大梁的天下 都是为了黎民苍生 林谢觉得自己手握重兵 却从不曾拥兵自重 齐王殿下觉得自己生育很好 但却从不曾结党营私 他们觉得做好自己就行了 可是他们忘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喜欢猜忌 喜欢碰瓷 而他们的这种孤傲的性格 也是害了他们的一把刀 不是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